仔细看着宝特瓶溶解抽丝 来自花莲吉安的吴立竹 非常有兴趣 她本身也是厚礼园区的花博志工 在花博的厚礼园区 森林园区那边 当四口之家永续家园的客服组的志工 吴女士担任公职30多年退休 年初从花莲到台中当花博志工 之前是帮人导览 现在化身游客 参观大爱馆 感觉有人导览解说很贴心 志工已经来这边做游客 他们还是站在岗位上 在享受服务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些师兄师姐的精神 其实也是很可配的 台中花博闭幕 开放两天志工游园日 招待花博志工及亲友 来自新北市的陈小姐 之前在后里马场担任卫生组志工 这回特地来外埔 是第一次参观大爱馆 就是在花博期间都还没来过 感觉不错 可以学到资源回收再利用 人人有机会互相服务 彼此感恩 花博志工变身游客角度 感受格外不同 大爱新闻张国端国际宗 台中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